中文字幕——YK 这所高等学府始终秉持高质量小而今的独特班学理念 与祖国同呼吸共应运共同成长 见证了一个甲子轮回的时代变迁 为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和相关研究领域 培养了一代代优秀人才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独特天章 它就是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 可以追溯到1938年2月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办的早原干部训练班 从延安早原到河北西百坡 在跟随党中央进入北京 为革命战争时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和特殊人才 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49年12月 学校开始招收四年之本科生 招生采取提前选择的方式 参照军事院校管理 1964年被列入全国重点院校 校制签至海淀区颇上雄12号 并扩大招生规模 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五个专业 陈毅副总理亲密提醒了校名 1981年 国关成为全国首批 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之一 1984年起 增设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新闻和汉语语言文学四个专业 成为在中国较早建立复合型专业的万语院校 在国关60年发展过程中 凝结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 给予我校的重视和关心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 邓颖超、李克农等同志 多次来校视察工作 充分肯定和赞扬了 我校卫党准备和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就是中央民导 对我们的学校非常关怀 我调入货管以后一个星期 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建 就到学校来 给全民员实施 通过尼克农给我打的德高旺贡 他是能量很大 我们就给尼克农公司 一个光影学院 重要的外交使 1994年11月 江泽民总书记亲笔提词 努力把国际关系学院 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 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 也纷纷提词 鼓励国关师生继承优良传统 为培养优秀的跨世纪人才 做出新的贡献 在庆祝国际关系学院 建院四十五周年之际 李兰青副总理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清明学校视察工作 看望师生 并就在世纪之交 继续办好这所特殊学校 专门做出了重要指示 给予了特殊的支持 一九九六年 经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 有关部委共同做出国际关系学院 实施特效特办的决定 这所有着光荣传统的高等学服 昂首迈进新世纪的门槛 我最近在为北京电视台制作 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的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 《我爱你中国》 那么在撞稿的过程中呢 我不时地想起 跟共和国同龄的我的母校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老师就经常对我讲 国关的人 国关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 还觉得非常激动 这个学校的从发展扩大 由这个水平底到高 由小到大 就是为可能老人家 会见了很大的显学 大概这个从各个地方 全部都得以送出来的 那个监制的教授 我们是一个 叫你朱文勇 法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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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万全 英文教授 是 洪万全是上海文国人的 外事处长 以车伦把他挖开了 申宝钦 那是很有名的 监晓汉大学的校花 外文特别棒 口语特别棒 要脱温 从1949 一直到1962年 我们莫说是自己的经验 应该说 在外语教学史上 我们有一定的贡献 国际关系啊 本科是在资产里面的报康教学上 合数一致 简历比如说有个东西 外边是不能听的 你想这个 外语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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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听 不实验什么的 我五十年代都可以 五十年代都听 那个时候就行了 可以说是很特殊的 我那个到国关 我是第一次教学 我过去一直是做机关工作 我没教过 后来我做理事 可是对吧 完了就带你 因为法国外交时 我是比较师 我过去因为我是法民 先去搞民间外交 后来就 中国法国建交也靠 反正是一直搞外交 民间也好 政府的也好 果关的老师 我觉得 我去以后 我感觉到这个 就是去以前 我就感觉水平不不不 去了以后 我觉得确实是 水平还是不不错 像那个郑老师 那样的老师 也很不紧 你看他把八扎都翻了 就从文字上来讲 八扎文字 笔杂 很棒 而且做得跟别人一样 人家看起来国关的人是不好 那他在上行 国关的人一定要精通外语 不精通外语 根本不行 根本没办法 深入到他 接着到他里面去 没办法制住他想什么 我是比较少的 在国内有英语讲课 讲语 那时候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记得 如果仲裁员 我碰上别的大学的 别的仲裁员 他们在 经贸大学 还有 在北京大学 还没有 他们那时候还 无语不绝 另外呢 这有二十字比较强 尤其是说日语是我们很强的 那个时候 我们有日本人 就这样想着这个情侣 他还是在北京大陆路 因为他在上海 在外面 他们住那时候我们的 门口呢 是一个 这个西上有个石头桥 这个我们的座位啊 全部都是 稻田 稻田 都是京西道的这个场地 有名的场地啊 咱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听些青蛙呀 还有萤火虫啊 萤火虫 是吧 还有那青蛙叫 这是第二个 在那个环境 早餐呢 学生起来 就那个 门口啊 出去 去干啥呢 那个地方有个小门 到那儿去 所以早就我就在那儿 在一会儿 就实际上捷径哈 这是 本来你们应该享受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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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套都白了 同学要现在看你 我可以认识 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 还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先退休了 就不像成天那样 就是晴森的笔灯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今次世界 还非常的串实 我们还还在读书 我们每天都听音乐 去公园 有时候呢就出去旅游 能够让自己高级 能够让自己高级活着 让关心自己的人 自己亲人 能够更轻松一些 就不给他们带麻烦 带着麻烦 这样就觉得是 一个好的事情了 我们毕业 我们毕业走出校园 从事着不同的工作 有着不同的经历 但是说起国关人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我想这个在国关读书期间 实际是我受的 这国际关系教育的 这个开始 因为我本科不是学国际关系 是学这个英语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 我受的最早最早的 这个正式的教育 就是从国关开始 所以上了国关 读了两天书 才真正的开始 学习国际关系 在这之前我没学过 所以就说 它不是重要不重要 它是我从事国际关系 就最最的开始 所以要没有这个的话 可能我就不会进入这个领域 这种进来以后 我想可能我会感觉 包括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大家都一个 就是进来以后 好像一种 自然而然的 就会有一种 比过去所没有的一个行李的 精彩 你不关别人 你将来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干什么去 不是就屈膝下跪 我现在连为 我保护我们的利益 我心里就必须是个 很清净很坚定的 我总是 真的一个个 真可以说是这个 风华正貌 而且是这个 人才男子 不但是说 我觉得当时挑的时候 一定是 不但是说 看了他们的分数 甚至连他们的这个 这个外表 连他们的这些 一表 那就是一表 人才的一些人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是 这个 那个时候 还是很幸运 和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一起 那时候外语好的人还很少 所以咱们学校 这个 从专业课呀 从这个外语方面 还有从人的举止 这些方面 都比一般学校的 普遍 平均水平都要高 所以 那时候还挺以 过关人为自豪的 以前北京奥运会的期间 我曾经 数次的 到这个 奥运村 或者是 残奥村 去 这个参观 去办事 在那里面 我看到了 一些 国家的同学 他们呢 在那里面 这个 非常的 这个 敬业 这个 工作非常的认真 负责 也赢得了 这个 奥租伟 还有其他 各国的 运动员的 这个 好评 虽然 实在的变化 一代一代人成长起来 但是有一些 好的传统是不能丢的 白鸡 白鸡一般 一般 我不是两个一般 一般 还八十人 八三 一 二十 七 零 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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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来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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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八十二十 真没想到 一个 叫一个 轮魂 然后我告诉那些 老同学 在 在美国 什么的 我们宿舍的 都特别吃惊 而且 你想想 好好好 你这么说 要做到的 不光是学习 能够打好基础 将来的 在美国 都应该直接 慢慢打好基础 天空中 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 等待你的 归期 那片小树 让我想起 我的那些花 在我生命 每一个角落 轻轻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 我会永远 守在他身旁 今天我们 已经离去 在人海望吗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呀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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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天涯不吹走 散落在天涯 有些故事还被讲完 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 已经难点成家 如今这里荒草从车 没有了鲜花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 春秋和冬夏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等他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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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在开吗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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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巨鸟 它们已经被风吹走 散落在天涯 作詞唱 李宗盅 还有这个毒Fl elim 这人也等谢谢 丰嘴 丰嘴 Where I go, no, grave is going on Where I go, baby, go 它们都老了吧 它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国际关系学院迎来了与祖国共庆六世华旦的重要时刻 回顾六十年的发展历程 在每一个历史的节点 国关的发展总是紧紧跟随新中国高教师业成长的步伐 经过几代国关人的努力建设 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成为备受国内外关注的 以外语国际问题研究为重点的多学科知名大学 要求高 小而精 特效特办 是听中央批准 并在我们改革发展实践中长期坚持的办学理念 与时俱进的把国关办出特色 换出水平是党和国家赋予我校的重要使命 国际关系学院没有盲目追求高大权的同质化发展 而是坚持内涵发展 坚持质量第一 发挥外语 国际关系等学科专业的传统有势 重重学科交叉与复合 着力打造特色学科专业 现有与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十个本科专业 八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一个联合博士学位授权点 形成了以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为龙头 覆盖法学 经济学 文学 工学 管理学 五个学科门类的专业学科布局 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安全理论研究 开设国家安全课程 总建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 系统开展宏观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专题或综合研究 国家安全学 国家安全法学等多部专注和教材 填补了国内研究空白并被广泛使用 从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开始 国际关系学院就实行招生预选和提前入去政策 优中选优 九十年代末期 在不少高校普遍扩大办学规模 追求办学效益的形式下 国官着力提高办学质量 始终保持二三十人的小班教学 保证教学的精更细作 实行精英式的高成本培养 国官的教学科研条件和生君占有资源 达到国内同类高校的先进水平 各项生君占有资源指标 远远高于教育部的规定 通过精英式的培养 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 普遍具有很高的外语水平 国际知识丰富 综合素质英雄 能够胜任涉外工作的需要 优良的传统和良好的育人环境 培养了学生普遍具有政治素质高 组织纪律性好 集体罗语感强 素质全面的特点 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 毕业生就业质量也保持了高水准 许多毕业生成长为国际关系 和国家安全研究的知名学者专家 还有更多的校友 在金融、法律、环保、文化等 诸多领域引领风潮 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 畅想着同一个闪亮的名字 国官人 不少人预言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中国必将有更重要的国际角色 承担更重大的国际责任 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环境 国官人将铭记对党和国家 无比忠诚的誓言 用责任 雄心 事业 气魄 助就 清晰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